江陵前在新北西板橋一處停車場 發生了見血衝突 那麼根據瞭解 嫌犯是懷疑女生Peteway 當時得知這個女友跟另一名男士友人 相約在停車場要來練車 因此就一路尾隨 果然發現兩人在車上行為很親密 嫌犯因此氣得吃力氣來攻擊男子 犯案之後 他逃到了汽車旅館來開毒趴 就因此遭到警方逮個正找 貨爆發生劍血衝突 遠景救護人員趕赴現場 發現傷者渾身是血 救護車緊急開往醫院 遠景還有見識人員勘察現場 沿路地面上血跡斑斑 但到底是什麼 深仇大恨引來殺生之禍 她拖到東西這樣 這樣打我吧 看完就跑了 她是兇嫌的謝姓女友 同時也是傷者的朋友 但事實卻不像謝姓女子 所說的偷竊這麼單純 我跟那個吳先生那童的車上 受傷啊 朋友 就很好的朋友 當天凌晨三點多 謝姓女子和吳姓男子 相約在新北市板橋 停車場內交開車 女方男友理性嫌犯得知後 懷疑自己被戴綠帽一路尾隨 果然發現兩人在車上行為親密 氣得持力氣攻擊吳姓男子後逃逸 理性嫌犯不滿被劈腿 犯案後逃到新北市五谷 還找來其他女性有人 在汽車旅館內開毒趴 過程中被警方逮個正招 根據瞭解理性嫌犯過去就有槍砲 毒品前科 這回卻因為感情糾紛 持武器攻擊情敵 這下愛情回不來了 還得背上一條傷害罪 記者洪巧旋 萬家維新北報道